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第29期 今天的标题是,咱们大家请看啊 组件,知,我这冒号一般就知啊 知,参数验证,什么意思呢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啊 今天呢,咱们就这么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组件参数的验证语法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咱们呢,做一个组件 比如说咱们这个公司呢,是一个开发的团队 多个人,对吧 有的人呢,开发页面 有的人呢,开发服务器端 有的人呢,开发页面的组件 比如说,开发页面组件的担当者呢 他开发完这个组件之后 那么就交给这个页面设计人员 或者说页面编码人员呢,去编码去使用 那么他要传递什么参数 咱们呢,要做一个验证 比如说,咱要求他只能传入数值 他传ABC,这肯定不行嘛,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这个组件的参数验证呢 就是今天咱们课程的内容 好,咱们大家看啊 组件的数据 今天咱们为组件中接受到的变量 进行逻辑验证 这个验证啊,应该是在哪个 这个编程员中都有 而且呢,都有相应的做法 咱们看看6.js是怎么给咱们提供的这个机能啊 好,今天咱们的例子呢 叫做身世之谜 就是说啊,有一个人他很奇怪 咱们呢,要显示这个奇怪之人的身世之谜 好,首先呢,咱们有一个组件 大家请看啊 这个组件叫做show number info 就是说,我要显示这个成员的内部信息 这个信息包括什么呢 请看,名称,年龄 包括他的一些详细信息 这个详细信息,大家看 是一个对象 这个呢,就是说 是咱们今天这个组件的使用方法 那咱们在这个show number info 这里面对咱们这几个传进来的参数 进行验证 好,咱们看今天这个是怎么做 首先是一个全局性的组件定义 show number info 然后咱们注意看 上一期咱们用到了pro 这个我看怎么念啊 properties,就说是一个属性集合 这个属性里面 上一期啊 这个地方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 是一个数组 咱们看一下吧 上一期的代码啊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 属性是个数组 传进来呢 这个地方是属性名 或者说叫做属性名的数组 那么今天呢,就变卦了 不是变卦啊 咱们就变了 改变了一下这个书写的方法 怎么写呢 这个属性不再是数组了 它呢,是一个渣瓦脚本的对象 这对象呢 每一个元素 就是一个属性名 这个应该叫做属性名 或者说叫做参数名 参数名比较好啊 就是参数名 其实在这个渣瓦脚本领域啊 属性啊 参数啊 有时它是一个意思啊 包括这个数组的元素 数组的下标 其实它都是代表一个意思 这个有时间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渣瓦脚本啊 以后有机会吧 咱们先看今天的逻辑啊 咱们这个组件 有多个参数 或者说有多个属性 第一个 看 叫做名称 姓名 这姓名 咱们大家看啊 我给它定义 类型呢 是strain形 字符形 字符串 然后呢 大家注意看 这还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required required是什么意思啊 必须 就换句话说 咱们这个组件的 名称的这个参数 是必须入力项 而且呢 要入力字符串 就这个意思啊 好 咱们再看 还有一个叫做年龄 你多大岁数啊 年龄啊 肯定吗 它不可能说 你多大岁数啊 我ABC 这说不通 对吧 那怎么叫 它肯定是一个字符形 你是十岁 二十 三十 五十 八十 一百二 对吧 你得有个岁数吗 它呢 而且是数值型 那么我在这定义了一个 你必须给我传数值 你传ABC 你传 啊我 他就报错 对吧 但是 咱们想想 咱们这个年龄 能是负的吗 请问您多大了 高瘦了 我负十岁 说的通吗 说不通 对吧 所以呢 咱们要给这个 数的数值的范围 做一个规范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我做了一个教验器 那么这教验器 其实就是一个扎到脚本函数 他把用户输入的年龄传进来 我呢 在这儿做一个教验 我怎么教验 就是说 这个人 你的年龄肯定大于等于零岁 刚出生的孩子是零岁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让他小一百三 目前在我的知识范围当中啊 还没有人能活过一百三啊 有活一百二十多的 没有活过一百三 所以说正常的人类 一般活到这个岁数 应该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呢 这么定义 就是说 你传进来这个年龄 大于等于零 且小于等于一百三 我认为你是合法年龄 你传二八五行不行 不行 你没活那么大 我认为你活不了这么大 就这感觉 好 这是咱们对年龄的教验函数 接下来 还有一个 绅士的细节 换句话说呀 这个人有多少个 内部隐藏的属性 我呢不在这个组件中 一一的描述 我给这个组件定义一个 detail的属性 在属性里面呢 可以描述多个内容 所以说 咱在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属性 它并不是单一的内容 我给它定义叫做一个object 它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都有什么呢 咱们看啊 我这有个默认值 这个对象默认返回什么值呢 这个默认值是个函数啊 默认它返回什么值 返回这么一个对象 就换句话说 如果我没给这个对象 复值的时候 它呢默认给这个对象返回 第一 有一个地址 第二 有一个语言 这么一个属性 这个就是说 咱们呢 为这个show number组件 定义了三个属性 第一 姓名 第二 年龄 第三 详细信息 这个详细信息 如果你不输入的话 我认为你呢 居住在美国 而且呢 你呢 说英语 这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组件的参数的结构 不知道您听明白这个结构没有啊 好 然后呢 用户通过调用这个组件 大家看 通过这种方法 分别传入这三个参数 尤其注意第三个 它呢 是一个对象 这样的话 咱们接受到参数呢 在下面这个模板中 会显示出来 姓名 叫什么 this name 年龄 多大了 this age 然后呢 您的地址是多少 大家注意看 是this detail 这个detail 就是这个detail this detail点 大家注意看 是这个地方嘛 address 你住在哪 语言 你呢 说什么语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的例子啊 应该不是很难啊 咱们呢 现在马上去运行一下 看看实际的运行效果啊 Let's go 好 咱们试试啊 Ctrl C 口碑过来 好 咱们马上运行 今天是第29期 第29课 好 大金康 身世之谜 姓名 Coma 就我 年龄25岁 住址 我住在地球 你说什么语 我说世界语 咱们挨个看啊 姓名 Coma 比如说我不叫Coma 我要迈克行不行 没问题啊 年龄多大 我不叫25 我23 行不行 没问题 住址 我不在地球了啊 这个在地球是无所谓的啊 这个在地球在哪是无所谓的 咱们是在这个 引语过程中 给这个详细的身世信息 提供两个 内容 如果咱不提供呢 不提供 他会走这个default 他会走这个默认的逻辑 咱们试试啊 咱们把这个detail去掉 好 咱们运行一下 应该报错 我试一下 报错了 为什么 咱们看一下 因为这个detail啊 这个内容乱七八糟太多了 就说这个detail 你应该传一个对象 你没传对象 所以他报错 那怎么把它 用默认值呢 把它删掉 然后再运行 就出来了 看地址 美国 语言 英语 为什么 如果在咱们这个组件设置过程中 没有传递detail属性的话 他会走这个默认值的逻辑 那么呢 地址呢 是住在美国 语言呢 是英语 好 咱们恢复detail 这就是关于传对象的做法 接下来传年龄 咱们注意看啊 不好意思啊 咱们不是传年龄 咱们先传 先传姓名 咱们一会儿再传年龄 姓名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requare 换句话说 我是必须入力项 对吧 那么我要 哎呀 这话说的不好 入力是日语啊 就说这必须输入项 如果我不输入怎么办 比如说我把它删掉 对吧 你是必须入力 但是用户 你是必须 你是必须输入 那么但是用户没有输入 怎么办 咱们看一下页面的效果啊 好 Let's go 看 姓名这个地方 并没有显示 你没输入 你没输入吗 对不对 而且呢 在控制台会给咱报错 看 Name 是你必须要输入的内容 你为什么没输入呢 这会报一个错 这就达到了咱们 是必须输入检测的逻辑 好 咱们恢复啊 接下来是年龄 年龄这个地方 是数值行吗 对不对 Type等于Number 我输个ABC行不行 你输入行 但是呢 画面不显示 咱们试一下这个效果 也能达到检测的目的 走 看年龄 多少岁 不知道 然后下面说呢 你看你输ABC 这不对了 你应该输这个 你应该输数据 你应该输数值 他会报错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好 那么咱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咱们这年龄 这还有一个校验逻辑 对不对 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130 那我超过130 怎么办 比如说 我这不让输5岁了 我250行不行 不250 谁250 咱们输250行不行 没问题 咱们试试啊 250虽然出来了 但是他会报错 为什么 你超出了我的年龄啊 我的校验器 校验失败啊 这个就是咱们 这个接收用户的参数 同时呢 进行校验 同时呢 设默认值的 大体的逻辑 不知道您听明白 没有啊 今天的这个代码呢 比以前的代码呢 稍微有点难度 希望您呢 能够消化理解 也希望我呢 能够给您讲清楚 今天的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了 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如果有不明白的朋友呢 请在留言板呢 给我留言 我呢 会给您一一解答 那么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